从刚才到现在呢 我们听了新北 听了屏东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听这个新竹市的分享 那相信大家对于这个2020年的台湾设计展 新竹市政府把全城市变成一座展场 都还记忆犹新 所以透过这个空间再造 是有落实环境工艺的可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讲 我们就有请新竹市政府 徐昌志环境景观总顾问 上台跟我们分享新竹市的经验 掌声欢迎 各位好 我是徐昌志 我今天要谈的是都市环境的 要持续思考 为什么要持续思考 因为我们的环境已经不一样 我们的城市已经不一样了 那刚才两位 两个城市的首长来分享 一个超级大 一个超级难 新竹市超级小 那在这个超级小的城市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思考 怎么样让公益进到这个环境当中 新竹市不但小 而且新竹市的密度很高 人口密度很高 然后平均年龄也很低 然后甚至是这个 我们出生率 出生率是全台湾最高的 那像这样的一个城市 在整个台湾当中 我们怎么去思考 它要怎么前进 它的战略是什么 好 那其实我们大概在 七年前开始推动了步行城市 那为什么推动步行城市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以往城市的发展 都以车型作为主要的主轴 可是其实我们已经过了那个 一直要想车子 一直要想那个城市发展 然后经济发展的那个时代 那人要住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思考 人去翻转 成为这个独死城市当中的主角 所以我们那时候思考了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把它三个环 这有三个环 一个是历史的文化环 然后一个是这个 我们这个生活的环 另外一个是这个新竹公园的环 那这三个环分别的做法是 我们以公园学校绿串联 然后作为骨干 就是我们以这样子的点 然后以通勤的 通学的休闲生活步道系统 做串联 做线的串联 在这个蓝绿的整合之后 然后能够让 不好意思 好 让这个绿域能够进到这个都市当中 好 那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打造的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藉由这个场所的营造 那就是一个一个的点的营造 然后呢 我们也让市民的生活回到那个街道当中 好 我先用我们步行城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我们的新竹公园 新竹公园的改造 我们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 那其实在这个18公顷的绿地 其实是新竹市里面最大的绿地 然后它包含了里面包含了公园 包含了栗子 包含了动物园 市民广场 体育馆 孔庙 应有尽有 五花八门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绿地里面 我们怎么样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做改造 我们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全部 整个新竹公园里面 一千多棵树的树的调查 把每一棵树都做了它的身份证 然后让 把我们去判断每一棵树 哪一棵树该留下来 哪一棵树它已经不太行了 或者是哪一棵树要生病了 哪一棵树需要修剪 我们利用这个为基底 然后来做整个新竹公园的改造 所以我们看到了 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先把这个新竹公园的 前面的这个一大 一整个大墙打掉 打掉之后 让它有一个大的步道往后串通 然后在这个历池 这个原来的日本的庭园 然后已经破旧的 我们开始把它修复 好 那动物园 动物园是秋文杰教育师做的 他曾经说过 他说这个公园 它几乎没什么做设计 那为什么这个动物园 没有做设计 他说因为树 就已经把设计给做完了 所以他为了要维护 这所有的树的权益 然后也找了动物的专家来讨论 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当中 这整个工程当中 其实在谋求的就是 怎么样让人进到这个环境当中 而不会伤害到树 然后怎么样让人进到 这个动物园当中 让那个动物是舒适的 能够生活在这个动物园当中 好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设计 其实是个类气地的设计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其实是走进那个动物园 被动物看 不是我们去看动物 我们其实是跟他们一起相处在一起 好 那这个旁边 其实在新竹公园里面 有个很奇怪的一个场所 它就是叫做市民广场 可是这个市民广场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先把他的围墙给打掉 然后让树种起来 然后我们就看到 其实他就在我们这个动物园的旁边 然后把围墙打开来之后 然后把坡地做起来 让所有的人就能够在 在这样的市民广场当中 进行的运动活动 然后这个现在几乎是这个晚上 大概傍晚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最夯的一个地点 好 那再来这个是我们比较现状的串联 那我们其实是用了减法 跟实用的设计美学 来形塑这个小城市的城乡风貌 这个是原来的这个龙恩郡的状况 它跟很多城市的这个小的郡沟 臭臭脏脏的 人不愿意走到旁边 状况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为了要让原来在这边的树 也好好的生存 人能够进到这个环境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 采用了这个像高价平台的做法 然后让这个婴儿车也可以推上去 轮也可以推上去 让所有的人可以在这样的绿树下 然后有这个蓝水边 能够尽情的在这边生活 好 那在那个龙恩郡其实成功之后 我们就其实开始把这样子的想法延续 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我们的这个交通 交通要道 就是说这些点 虽然我们还是要让车子过世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试着让这个车进行的这个宽幅缩小 然后让一些地出来 让人能够走过去 让树能够种起来 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要步行 我们要舒服的步行 我们要安全的步行 所以其实在这整个当中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借由这种整理 然后借由这个打开墙壁 然后让这个校园里面的绿意也能够一同穿透出来 所以在我们这整个环境当中 其实我们就用了一些手法 让整个串联的这个事情能够持续在整个信主室当中 好 那另外的一个整合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交大的旁边 有另外一个叫丁浦菌 那丁浦菌 其实它本来就是在交大的围墙 后面的一个小小的臭水沟 然后在这个臭水沟里面 我们其实第一个 当然隆恩迅跟丁浦菌 我们都是先做水质的改善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就跟交大来协调说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围墙打开来 然后让我们在整理这个时候 一起整理到你的校园当中 所以它原来的状况就是像这样 那后来在整理之后 其实学校的学生呢 他也多了一条竣钩 然后一条很漂亮的蓝带 居民也多了一个很大的公园 因为他们全部都可以串联到交大里面去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市府后面的一个广场 原来这个广场里面就是停了这个市府员工的摩托车 然后塞得满满的 然后围墙围住 然后好像还是一个衙门 然后我们就把它打开来 我们把它整个墙打开来之后 把树撞起来 然后让市民都可以进到这边来 所以其实在新竹市市政府里面 我们没有一个入口 其实我们的入口很多 那也是让市民他习惯 不是进到一个场域当中 他是随时随地就可以进到那个场域当中 那我们做了边界开放 然后我们做了设施检量 活动就在这边搬 好 那这里是观星公园的改造 因为新竹市改造很多公园 那我大概简单地讲这三个公园 第一个观星公园 其实我们原来的状态 其实它的草坡平整度有问题 排水有问题 那邮据其实当然就是很大的问题 好 那结果在我们的改变之后 我们第一个我们是希望 儿童进到这个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原始的地形 来作为邮据 那不是我们硬加一个东西起来 这些高高低低都是原始的地形 我们去改造它 让小朋友能够在这边玩 而且玩的时候其实还会分铃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去公园的时候 小的小朋友大的小朋友 其实会互相干扰 而且会互相欺负 所以我们希望利用分铃的方法 让所有的区域都在一起 但是每一个它有不同的年龄层 所以他们就能够得到 不同的游戏的乐趣 好 那这个是明湖公园 那明湖公园原来就是在一个 很阴暗的地方 那因为树太密了 所以下面的光线几乎进不来 所以当我们把树梳理开来 然后让过多的设施把它拆掉 然后硬铺面拆掉 让光线下来 那其实那个活动空间就自然增加了 因为以往我们总是会把那个硬铺面当成是活动空间 然后草地就不能去 但是当我们把它拆开来的时候 所有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活动的地方 好 这里还有一个长河公园 那长河公园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 就是有一群老人家在里面赌博 那这个因为他们赌博 所以这个公园就不会有其他的人去 当我们改造了之后 住在旁边有一个阿伯 他说他住在旁边住了三十年 他从来没有进过这个公园 改造完之后 我们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环道 他就每天在那边走个好几圈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改造公园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听到的故事 因为他原来不去公园的人 他开始进公园了 好 所以其实我们 我常常被邀请说 怎么要去谈城市美学 对于我来讲 其实城市不是什么 要做什么美学 要做什么美化 其实城市有很重要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生态 那怎么样我们去串联那个绿带 然后去让都市的生态 让树能够回到那个都市当中 然后怎么样让所有的人可及 我们打开那个打开围墙 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进到我们都市更多的地方 好 那什么是美学 对于我来讲 城市美学 我们只要走在道路上 我们平安的 安全的 舒适的 然后有绿意的 然后大家想想我们 如果每天上班上学的状态 都可以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生活不就很美了吗 这个美学其实就自然而然的出来 而不是我们印加 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说 印加什么彩绘 印加一些设施物 甚至是我们包括我们在新竹市所有的建筑师 他开始跟我们谈到美学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自然就好了 然后他开始做很多设施的时候 我说其实这个都不重要 自然 让自然回到这个都市当中就很美 所以其实 我想在新竹市的这几年 我在新竹市当警官总共 我大概当了六年的时间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猜东西 然后去把那些不该在都市当中 比如说电箱 比如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设施物 甚至是那些灯杆 五颜六色 说那些有地方特色的东西 我们统统把它抹除 因为在这个城市当中最重要的是人 而不是那些设施物 而不是那些涂了乱七八糟的美学 甚至我们都觉得 其实建筑物大家也要熟练 我自己本身在建筑系教书 我也在建筑业界工作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开始去回头想 其实我们不用在这个当中去加太多的意见 因为这个城市 这里面的人自然会长出 那个城市该长的样子 我们只要负责把人走到每个地方 让树能够回到那个都市当中 我想这个城市的 以这个公益为城市改造的基底 这个才是 这个城市能够进步的远动力 以上我的演讲 谢谢 掌声谢谢新竹市政府徐昌志环境景观总顾问 非常谢谢总顾问精彩的分享